这里有一个好问题 向您请教 这位观众写道 如果你认为应该停火 你对停火后的计划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现在如果停火意味着巴勒斯坦人 将继续在集中营里 老老实实过日子 那么停火显然不会成立 这一点非常明显 因为如果你冻结现在的局势 集中营就会继续存在 所以我不会假装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加沙的领导层会逆来顺受 让这种停火永久化 这显然是一个道德沦丧 心智疯狂的主张 除非你像以色列一直希望的那样 假设加沙人会被遗忘 他们只会在煎熬中慢慢死去 但是如果排除这种结局 停火本身当然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我不会假装加沙人民会遵守让他们在集中营里慢性消亡的停火协议 因此在我看来 此刻必须立即停火 结束对加沙的封锁 停止约旦河西案的种族清洗 但这些都是当下救急 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已经说过的 必须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 因为没有其他解决的框架 国际社会也认同这个框架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之外 没有谁强烈反对 因此停火必须被遵守和维持一段时间 我无法给出时间 因为根据以色列目前的说法 重建加沙需要五年时间 在北部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它已经被蒸发了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 但我不会假装 即使达成了以色列反对 美国反对 希拉里 克林顿反对的停火协议 停火也将是永久性的 因为永久性意味着把加沙人民 永远关在集中营里